昨晚,2024年7月25日,香港渡鄉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創辦人之一鍾偉平博士于適妮與澳洲華人餐飲業商會在餐廳進行了一場別開生棉的交流並共進晚餐,鍾博士擁有童子經姓章,榮譽勳章,太平新市及VTC榮譽院士等都控榮涵,是餐飲業界的知名人物。 下月1996年推出的創意一問計,今為人之,成為餐飲業界的經典之作。 晚宴期間,鍾博士與澳洲華人餐飲業商會的成員進行了熱烈的交流,討論餐飲菜式及行業趨勢。 鍾博士對澳洲本土天然豐富的新鮮食材表示高度讚賞,認為這些食材能製作出精美的街, 並乘致邀請餐飲業界成員前往參觀考察渡鄉集團的基地,以進一步促進雙方的合作與交流。 此外,渡鄉集團還特意帶來了多款精緻的品心,讓與會者試食並評價。 這些點心包括奶紅包、糯米雞、紅豆饅頭等,每一款都精心製作。 展示了道鄉集團對品質的堅持和創新。 與會者對這些點心讚不絕口,認為其味道和質感均達到極高水平, 充分體現了道鄉集團的製作功力和對美食的熱情。 此次交流活動,旨在加強中澳兩地餐飲業界的靈體, 推動兩地餐飲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鍾博博士希望通過這次訪問,為澳洲華人餐飲業界帶來新的靈感, 促進中澳兩地餐飲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鍾博士的此行不僅展示了他對餐飲業的深厚熱情。 環體現了他對促進國際間餐飲業交流與合作的堅定信念。 與會者們對此次交流,表示了極大的興趣。 期待未來能有更多類似的合作機會。